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观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这个秋冬季节一到 这个天气忽冷忽热 有的时候感觉 好像是夏天的衣服 都应该收起来要换季了 可是秋老虎一上来 有的时候热死人 那因为这样的气温的波动 跟这样的气温的变化 有一些人秋冬就会 衍生出很多的疾病 比方说感冒过敏 或者甚至有一些人 可能就中风 像郭金发这一个 过去的肉掌歌手 唱个歌竟然就引发了心肌梗舌 然后在台湾 因为去年的流感太严重了 最近听说自费流感疫苗缺口 缺了七八万剂 那秋冬这个季节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来养生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翔医生 敏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素卿 敏光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营养好朋友 吴应龙好 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谭东池 谭老师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厨房料理好朋友 柯俊敏 柯老大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日本料理好朋友 潘蒙人 潘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书记 秋冬因为温差开始变化 那有的时候忽冷忽热 所以有一些人就感冒了 然后再来 这个季节性 比方这个时间点一道 过敏的案例也会增加 那有一些人本来就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本来就是身高的患者 可能一不小心就会中风 或者心肌梗塞 刚才会讲到郭金发这样的案例 那各式各样的毛病 其实追本溯源 都跟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跟免疫力也有关联 真的 如果大家发现说最近呢 这份疫苗因为有缺口 所以你打不到的话没有关系 真的除了等待之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赶快调整好自己的免疫能力 那怎么提高呢 古人在皇帝内经就已经写好了 告诉你说秋天要怎么保养 他说秋三月要怎么做呢 叫早卧早起 意思就是要早睡早起来 雨姬巨星 天哪要起得跟鸡一样早 他说呢 那这样就能神至安宁 就是你会睡得好 你整个精神好 如果你不这么做 逆肢呢 则伤肺 所以他很清楚 你看古人很聪明 他就告诉你说 如果没有这么做的话伤肺 然后中医的肺除了肺 所以我们会知道这段时间 肺部相关疾病 包括气喘啊或者我们这些感冒的呼吸道 或者过敏 过敏是另外一个也是 他们说说中医说肺主皮表 所以你会发现旁边小朋友开始 自己养那里养 意味性皮肤炎开始什么 或者我们的过敏性皮肤炎也开始出来 然后呢 肺与大肠为表里 所以你会发现这段时间 你没有养好伤肺之后 你会胃肠道疾病也变多了 另外呢 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是这个时候 因为温差大变成它也是一个高风险群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办法我们跟他讲 有没有早卧早起 与鸡巨星 跟鸡巨星那样早的情况之下呢 今天一定要看我们这些 因为用吃的方法 也可以把免疫力补起来 真的 请教一下洪医师 刚刚讲秋冬这个季节 各种小毛病 往往跟免疫力 跟免疫系统有关联嘛 我们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每一年流感疫苗 都10月1号开打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这叫做敌强我弱的时候 细菌啊 微生物啊 等等这些很喜欢这种 湿湿冷冷的天气 那人类的 人类很怕 人类的免疫力在这种季节转化 忽冷忽热的时候 我到底要穿什么衣服 昨天明明热的像夏天 明天可能又变成一个冬天 这时候免疫力就会下降 所以这种敌强我弱的时候 你务必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除了打预防针之外 食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个肾脏科医师最有心得了 我们讲说要补充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蛋白质 为什么什么人会限制蛋白 一定是慢性肾衰竭还没有洗肾 我们会 因为他吃蛋白质一过高 他的尿毒就过高 我们就开始限蛋白 可能我们最近一直在检讨这件事 对慢性肾衰竭 限蛋白的结果 他的免疫力下降的很快 一到了冬天 可能一个感冒就变成肺炎 就整个变成要洗肾了 反而加坏了他的速度 那我一直在想说 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们那个洗油 已经在洗肾的病人 但他年纪大 他洗肾会把蛋白质洗掉 那洗掉完之后 他一感冒 大家知道感冒 有一个很重要的警讯叫发烧 对 那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感冒 他已经明明到肺炎了 他都烧不起了 因为蛋白质要足够才能发烧 那他没有足够的蛋白质烧不起来 那等到发现的时候 他都表现软软趴趴的 可是可能三天过后 就已经败血症了 所以蛋白质就代表着 这些氨基酸 他对我们免疫功能 非常有帮助 第二个我要提醒大家的 叫做维生素 那维生素 大家比较熟知感冒 大家会吃维生素B群 维生素C 事实上不止 ABCDE 对我们的免疫都有帮助 我举一个D好了 这个天气 我希望大家都会晒晒太阳 晒太阳会得到维生素D 可能以为说 只是跟我们骨头有帮助 事实上不止 耶鲁大学在2010年 他们做过一个研究 发现那个维生素D高的 跟维生素D的 比较低的 他们两个的免疫功能 完全不一样 维生素D比较高 这个族群即使得到感冒 他们很快的 他们的那个体力就恢复了 而且病程都很明显缩短 他们发现维生素D 可以驱动我们那个白血球 去吃掉细菌维生物 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天气 大家要多晒晒太阳 所以请教一下应容 所以免疫力跟免疫系统 真的跟饮食 还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吗 一定是 因为我们吃下去 每一个东西 其实到最后 变成我们细胞一部分 甚至去抵抗的一些白血球 我这些免疫细胞 也是都跟我们吃下去 食物有关 那刚刚洪医师有讲 蛋白质很重要 蛋白质要从哪边来 就从豆 鱼肉 蛋 这些食物来 那所以吃素的朋友 不用担心 其实现在最新的研究发现 其实豆制品也是一个很优良的蛋白质 那还有就是还有刚刚讲的说 一些维生素的来源 尤其是抗氧化维生素 其实还蛮重要的 像A啊 C啊 E啊 好那A要从哪边来 比如说我们多吃一些绿色蔬菜啊 或是一些 比如说红萝卜 A来的 那还有就是维生素C怎么来 像巴勒啦 奇异果 还有柳橙 其实是很好的来源 还有另外一个抗氧化的维生素E 是从哪边来 比如说我们吃一些坚果 还有一些好的良好的油脂 都是很好的来源 那另外维生素B群也很重要 对 对 维生素B群缺乏的话 其实我们整个免疫功能 还有代谢会下来 那维生素B群 我们就尽量 我们把我们的 比如说吃的米 不要只有吃 比如说白米 我们把它换成糙米啊 或是颧骨 那些都有维生素B群的来源 那另外还有矿物质 矿物质像鑫 鑫对我们那个免疫能力的一个加强 boost也非常的重要 那接下来谭老师就要来分享 听说谭老师这个季节要分享一个 辣味食蔬 会海鲜 而且这个是营养健康好棒棒 符合刚刚营养师讲的 提升免疫力的料理 对 而且我们谭老师是喜欢吃辣的 所以适度吃一点点辣是OK的 对 那我们今天的食材都在这边 我们先看一下下今天的食材 首先有菇 然后有这个豆 那有海鲜 今天准备有虾子跟蛤蜊 那洋葱 凤梨 这个是糯米椒 对 那一点点SO醬 对 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要一点点盐 那一样我们这个菇类呢 就先干锅的时候就先下来 就不加油的时候 我们就先给它加一点这个菇类 让它这个味道可以香一点 好我们先热了这个锅了 那这个锅子有一点热度了 那直接先干烘一点这个菇 那直接把这个菇打碎 对让它有那个香味出来就可以 那我们在这个旁边 可以开始准备 我们就用一点点油 好我们放一点点的油 然后要炒一下我们的豆 谭老师今天很特别 还准备了糯米椒 糯米椒是有一点点辣味 可是没有那么辣 然后谭老师最爱的凤梨 今天也这个登上 谭老师今天选的是什么品种的凤梨 其实我今天选的就是 现在盛产的 这个地点盛产的是什么品种 我忘记这个是什么 但是不是不是 这个我忘记它 因为我今天没有特别问 它是哪一个品种 但是就是现在还有的 但是你这个水果是可以换的 因为有时候我在家会加奇异果 但是奇异果要记得一件事 因为奇异果煮了之后 它会变比较酸 所以你喜欢酸的人 可以加奇异果 那你怕酸的人可以加一点黄色的 那像我很爱酸 我就会加绿的 那绿的就不要加太多 就是让它 而且是最后才下去 所以糊米很贵的时候 你就用奇异果替代 对 就是你可以换来换去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豆 下来先煸炒 对 然后在煸炒的时候 就是让它稍微熟一点 好 那我们这时候可以再放下来一些糯米椒 那如果是我 超香的 好香喔 如果是我个人喜好的话 我会弄一点是辣的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不辣的 因为我知道洪医师好像 他卖辣度很低 对 然后潘师傅也不吃辣嘛 潘师傅吃太少会怕 所以我们就是好几个 潘老师很费辣椒夹的 真的 潘老师刚刚先干烘菇 然后放一点点的油 炒了我们的豆跟洋葱 然后再把糯米椒往下放 那喜欢辣一点的 可以放一点点红椒提辣 对 那糯米椒是小朋友也都能吃的 对 而且因为它相对就是没有那么辣 然后我们都知道 其实辣椒呢 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之外 其实如果你适量使用 他们发现说 尤其如果你不是那种发炎性的感冒 你可能就是那个痰 老是老痰在那边咳不出来那一种 有一些教授就用来说 这些辣椒吃下去之后 反而有点促进它痰意稀释 你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 所以只痰意变稀释 有些人觉得反而比较软会咳出来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们柯柯这样 属于老痰型的人 不是那种发炎性的感冒 我是烟酒太多 烟酒太多有点老痰 早上起来都有一点 有时候他吃辣椒有帮助他的咳出 那另外他们甚至认为说 辣椒可能有帮助我们所谓的 低密度脂蛋白 尤其是说我们的坏的胆固醇 降低的作用 所以适度的吃辣椒 其实对你健康是有帮助 但我说的是适度 你不要拼命吃 外国有去参加吃辣比赛 后来真的昏倒那种都不好 真的 那他老师炒香了我们的素材之后 放一点点水 接着下来要放的是SO醬 对我们就把那个SO醬 那我们上次也都一直在提醒过 这个SO醬最好是在经过 在煮沸的过程 这样会安全很多 就市面上的SO醬都标榜可以熟食 那很多人可能SO醬直接拿来 拌饭拌面拌青菜 可是你仍然担心 万一保存的过程 不是那么安全的话 那其实把它炒过熟食 再烹调过一次 比较安心一点 对 那因为我们今天虾子比较大 所以我们虾子这时候就下来 好 就不要再等了 哇 超大只 超大只 光看就觉得好过瘾 真的 请问这是打哪来的虾子 这听说是印尼来的 这个其实它是进口的那个养殖虾 那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 只要你就是 那个要经过这个验证的这个方式 其实就安全 好 因为虾子 我们这个蛤蜊呢 我先打个探 不但要验证 而且刚刚我们这个唐老师 现在要盖上锅盖 稍微闷煮它一下 谭老师这样做我想到一道菜 就是那个菜豆焖面 哦真的哦 东北人就是那个菜豆 就是刚刚到前面为止一样 然后上面铺的实际上是面条 哦 就这样去焖 焖了以后那个菜豆那个很甜 我们台湾人有吃那个菜刀 而且也有没有 对对对 它很甜嘛 对 它也是一样 那东北人就吃面食 它把那个面哦 生的面哦 把它微甜 生的面 然后稍微拌一点芝麻油 让它不会粘连 然后铺在就像它铺虾一样 铺在那上面 然后去焖那个面出来 很好吃 哦 对 那我们这时候呢 就用一些蛤蜊进来 好 那这蛤蜊就一样就让它开 好 那这个 蛤蜊也会影响到我们汤汁的鲜甜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汤汁 如果微面真的也不会有微和感 也会很鲜甜 好 唐老师 我们刚刚放的蛤蜊 稍微让它煮熟 打开 它稍微有一些开了之后就可以 那因为我们都没有任何调味 所以我们这时候加一点点的盐 那其实我不建议加多啦 因为加多的话 因为海鲜已经有一点点会咸了 然后这时候呢 这一锅看起来好强大 再加上这个 真的 凤梨 那其实 而且颜色好漂亮 你要加什么样的颜色的水果 也都可以啦 那就 其实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最后再加凤梨 但是凤梨就跟着我们的食材 搅拌均匀就好了 其实这个是平衡解腻的作用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 我们唐老师这个料理好鲜美哦 这个糯米椒跟豆都好好吃哦 而且我觉得那个其实老师说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吃糯米椒 同意是能接受 可以 可以 真的这么微微的 都还有声音就是啥 对对对 这是微微的辣是能够接受的辣 然后它又可以保持有辣椒的好处 然后整道菜吃起来是清爽没有负担的 它这个虾子你看这简单的烹调 然后就是很Q弹 然后鲜甜也都在里面 这种很简单的做法 然后营养又很均衡 这真的很适合秋冬就加常这样的料理 很好吃 而且又很容易一锅搞定更多营养素 对 而且加这个真的是 加蛤蜊是非常好的一绝这样子 因为蛤蜊放下去整个汤头的味道 除了虾子的鲜甜 还有它那个咸味 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放太多盐 对 还有就是像蛤蜊的话 它一个很好的营养素就是铁 就是不一定说要吃什么红肉啊 牛肉才有铁 这个铁的话在蛤蜊非常的好 然后蛤蜊还有维生素B12 对我们女生啊 如果说有一点缺铁或者是贫血的话 吃蛤蜊是非常好 而且它的蛋白质也是非常好的 另外这个蛤蜊里面还有那个含硫氨基酸 那含硫氨基酸对我们肝脏的那个解毒 酵素活性的激发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秋冬啊 不一定要秋冬 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些蛤蜊 这样的食物的话 让我们免疫能力或肝脏的解毒 酵素活性变高都是非常好的 那接着下来我们柯老大也要分享 这个季节非常推荐大家吃的 高丽菜鲜菇鸡肉锅 而且蔡佳贵高丽菜少用一点 菇多用一点对不对 其实高丽菜其实已经算很便宜了 我今天教大家的方法就是 其实这是一个野菜鸡肉锅 所以你任何所有的蔬菜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 任何的菇类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 并不一定要用高丽菜 那如果说你有那种腥味的东西 比如说日本人常会吃那个荷尔拉白 就是那个荷尔蒙锅 荷尔蒙就是内脏 像我最喜欢的那个 吃了才有荷尔蒙啊 对不对 他就会加一点韭菜跟辣椒进去 所以你非常不建议是直接补充 就是从向补充 要油要加热 对 我要赞赏一下那个柯老大 这个是太棒了 高丽菜实际上在日本 常常用奶治疗胃溃疡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叶酸 慢性的什么肾衰竭啊 慢性的肛功能异常痘瘦 比如说日本人常会吃那个荷尔拉白 就是那个荷尔蒙锅 荷尔蒙就是内脏 像我最喜欢的那个 吃了才有荷尔蒙啊 对不对 他就会加一点韭菜跟辣椒进去 对 如果是同样的锅 一般来讲日本人比较没有白菜 他都是用高丽菜 那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很少用白菜 都是用高丽菜去做锅物 因为白菜较薄 只有台湾才比较喜欢用白菜 去做火锅 好 那还有再来就是教大家几个方法 今天一样也是昆布高汤 我们老大先放高汤 对 这个高汤是泡了昆布 泡多久 泡一夜 对 然后再来就是 我先把高丽菜放进去 蔬菜先放 好 然后大家会想说 为什么我的肌肉还生得在那边 对 日本的做这种锅物 有两三种方式 一个就跟台湾人一样炒一炒 对 炒一炒 把那些肉类炒一炒 然后再加进去 所以它比较不会有浮泡产生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怎样 跟台湾人一样 用汆烫 汆烫好一个方式 但最多最多的方式 就直接进去煮 捞浮泡 你常看到日本NHK的节目 美食节目什么 很多人上面铺一层那个 那个纸 对不对 它那个纸就是吸那个浮泡 直接拿出来那浮泡就拿掉了 所以在家里面对在家里面的话 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那个浮泡有几种方式可以弄 叫你去买一个烘焙纸 或专门吸油纸的话 麻烦啦 你就是怎样 就是用了现在有专门捞浮泡那种网烧 顺便把那个油也捞掉一些 但油我觉得油还是很好吃 好 那柯老大先放的是高丽菜 对高丽菜 然后这个是鸡腿 好就这样 然后把碗熟的东西都放进去 或者是耐煮的东西 像红萝卜 红萝卜也耐煮 对对对 红萝卜不去皮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的红萝卜是不去皮 只有把它表面那个刮一下而已 对对对 因为很多营养都在那个皮那边 那刚刚应龙讲到维生素A嘛 β胡萝卜素嘛 这个影响免疫力嘛 所以柯老大留着这个皮嘛 对对对 红萝卜是很好β胡萝卜素的来源 其实我们非常不建议是直接 补充 就是从像胡萝卜 要有油要加热 对对 所以以前有一些营养师很笨 那我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丁虹讲的是 如果你生喝红萝卜汁 或者把它打成蔬果汁 它没有油脂的话 它比较不容易吸收 对没有错 可是我们柯老大这一锅有鸡腿鸡 而且有加热有油脂 我先把它盖起来 而且你偷家洋葱了 用家洋葱了 因为这个是可以耐煮的 耐煮的 所以我先把它加进去 而且这个锅很好热 所以我先把它盖起来 对 那柯老大今天还额外准备三四种菇 对对对 那其中一个是这个生鲜的香菇 对 我准备红喜菇 然后这个雪白菇 雪白菇 然后这个是叫什么菇 我突然忘了 然后这个是新鲜香菇 那我们等这一锅的同时 请教一下洪医师 高丽菜基本上是季节性 越冷越鲜甜 而且它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对 高丽菜它有一个东西叫植物杀菌素 植物杀菌素这个东西 大陆很难理解 都会想像类似一个普拿藤这样的东西 它可以对我们一些止痛消炎 像蚊虫咬伤的那个红肿热痛 事实上是有帮助的 那高丽菜 大家知道其实很多研究是做在于一些抗老化跟抗癌 那为什么它有这方面的效果 除了一些高鲜可以排掉一些我们一些毒素之外 事实上它有很大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功能 像一些一流氢酸啊 银朵啊 还有它高的维他命C 我们想说所有的那些老化啊 还有一些那个免疫下降 都跟我们这些毒性物质啊 一些自由基相关 当你的一些抗氧化力比较高的时候 这个有帮助 最后再提到高丽菜 事实上在日本常常用来治疗 胃溃疡的一个东西 事实上里面的成分有维他命U跟K 对于一些我们想说 因为很多人说我高鲜是不是会伤胃 可是你如果有胃溃 他们后来发现这个维他命U跟K 对我们那个肠胃道的那个溃疡黏膜 是有修补的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叶酸 叶酸在很多一些慢性病的病人 我们叶酸最常会补充像一些孕妇 恶性贫血的 要造血一定要补充叶酸跟B12 那我们后来发现他跟很多一些慢性的 什么肾衰竭啊 慢性的肝功能异常都有帮助 所以很多慢性肾衰的病人 也都要补充叶酸 对 好 看好的我们这一锅已经先沸腾了嘛 对对对 那可是东西还没熟吗 你稍微把鸡肉翻面一下 稍微把鸡肉翻面一下就好了 因为其实台湾的鸡 我跟你讲真的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鸡 好 这个是鸡腿把它切换 半只鸡 整个半只鸡 鸡肉其实很快瘦 尤其这个是那个起疗粿 好 然后稍微给他 稍微给他这一个 对对对 让他受到一些热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些菇类加进去 把这些菇类就是 让他罚站 一人一人站一边 对对对 一人站一边一人站一边 其实秋冬的时候用这些菇菇啊 除了说现在因为它价格平稳 比较不会受到我们这些台风啊 或雨季的影响之外 其实它有两大好处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它的多糖质品 对其实对于调节免疫的 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所以不论你是免疫不失调造成的过敏 或者你可能是免疫力低下 其实都有一些帮助 第二个部分就是 它也是富含膳食纤维 因为我们知道秋冬另外一个 容易发生的疾病 就是心血管疾病 对 那这些属容性纤维 它其实可以在床位道结合一些 包括胆酸这些东西 让你的胆固醇不要飙那么高 大家都知道 当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很高 它去黏在你的这个血管壁的时候 它就是动脉硬化开始的时候 所以你看它是一渐的一个 看老大你现在满满一锅 再加了这个葱段 我跟你讲 这等一下它都会缩水缩下去 所以你放心 真的吗 它不会溢出来 溢出来不会 因为溢到我嘴巴而已 然后呢 就是开始调味 调味就是一些些的胡椒粉 白胡椒粉放一些 好 然后呢 它今天的调味就是胃苓 胃苓 因为为什么胃苓 胃苓提早放是固化食材 后放是 就是让食材容易软化 对 好 我们再放一点胃苓 所以胃苓再加进来 它的甜味剂就在胃苓 然后柴鱼酱油 这个是柴鱼酱油 那如果用一般的酱油 风味会有差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弄少一点 弄少一点不然会太咸 因为柴鱼酱油比较不咸 对 然后因为日本人都喜欢那种 就是柴鱼昆布的那个美味 对 所以这个柴鱼酱油比较不咸 我这样倒这样 拌碗进去 我就不用再加盐巴了 然后呢 锅盖盖子 等它再次滚开 对 全部都可以吃了 好 那我们盖上锅盖 好 好 锅盖盖起来 等它再度滚开 它全部都可以吃了 真的盖起来吗 我觉得又爆满了 要不要上去踩一下 加油 太坏了 我跟你讲 这个锅子是很重的 而且这是轻量版的 因为它做的比较薄 要不然它还更重 要把它盖上去 因为锅盖上面还有个空间 对 然后因为那个热循环 等一下那个菇 只要再度煮开 就是三分钟里面就可以吃 好 那我们等它热循环煮熟 同时请教一下素卿 另外一个 这个季节 常常会引发的 不只是感冒 还跟我们免疫系统有关系的是过敏 有些人是耳鼻喉过敏 有些人是皮肤就容易过敏 对 因为有几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是 其实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的过敏源 其实就是气候的变化 你会发现它只要进出冷气房 对不对 从很冷的地方到很热的地方 它就会开始打喷嚏 那有些人是因为 对于气候里面湿度的变化 比如说你会秋天啊 开始有些人就会觉得 异味性皮肤性过敏 第三呢 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 我们冬天之后 东北气风很盛 可是在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空气品质在部分地区 非常的差 比如说前阵子中南部 非常的恐怖 那你知道这些 环境污染物 还有这些尘埃 这些PM2.5 也是造成我们整个呼吸道过敏 跟皮肤过敏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几大要素加在一起 就会使得 我们有一些本来 控制的不错的气喘病患 或这些过敏患者 都会在这个时候 又去报道一次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 其实保护自己的方法 当然饮食很重要之外 比如说出外的时候 真的就戴个口罩啊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 进出冷气房 或者今天日夜温差很大 都要记得保暖要做好 好 老大 我们这一锅热循环 感觉这个也闷熟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只要听到那个 开始啵啵啵啵的时候 或者开始旁边有 你看水已经开始滴出来 嘻嘻嘻 有没有 这就好了 然后告诉你 赶快把锅子打开了 好 来看一下 哇 哇 那我们这个健康 又美味的鸡肉锅 就来试吃哦 洪克老大 这个鸡肉锅好好吃哦 我要赞赏一下那个 柯老大 是太棒了 好有面子 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冬天 一直很想喝一些热汤 但中国的那个进补 大部分都是一些 什么麻油肌啊 什么这一类的 对对对 上面一层油 可是喝下去的确是很热啊 整个老年人 你知道那个循环不好 或什么 只要一喝热上去 整个就暖和起来 免疫力就提升了 好这一个 可是好 呃我们很担心就是这样一喝下去 整个一些油脂啊 一些什么油盐糖 整个都吃进去 嗯 这一锅啊真的是一个 呃我们整个说非常提高 我们讲说它除了热 可以把你整个热量提升之外 它没有任何抑制你免疫力的一个成分 好它一些菇类的一些纤维三铁类的 这些是蛮多糖体都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 它肉用的是白肉 嗯 是用那个鸡肉 这个又是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质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去冬天 大家很喜欢吃火锅 我是建议大家一火锅 他们现在又流行吃到饱 对 那吃到饱之后大家想说不想亏本 就拼命的去吃那些高级的肉啊海鲜等等 我是建议其实火锅不要吃到饱了 你们大概就在家里自己说那多一些这种 你知道菇吃下去 这一碗吃下去你大概就拌饱了 你就不会再去摄取很多一些油盐糖的一些食物 所以大家要聪明的吃锅 真的这锅又鲜甜又好吃 那每一个食材都好吃 葱段也好吃高丽菜也好吃 红萝卜洋葱跟菇都非常好吃 而且充满了膳食纤维 对 充满了膳食纤维 而且还有菜比肉好吃 你就不知不觉吃了好多菜 菜比肉还不贵了 所以大家要跟着学 那接下来潘师傅也要分享这个季节 非常推荐大家吃的味噌草食锦 那同样草食锦 一样要吃菇 当然要吃菇啊 师傅今天分享的除了这个红饧菇之外 还有这个圆滚滚的蘑菇嘛 对 这个也是羊菇 那蘑菇为什么师傅的 跟一般人长的不一样呢 这去隔壁买就这样 我们师傅的蘑菇很像羊果汁耶 有没有日本有一种甜点羊果汁喔 对 那这个羊果汁怎么叼的 其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很简单 好 等一下师傅我们镜头特写 先拿着蘑菇 拿一小个刀 那我们拿这个小刀 然后呢 我们直接只是把它的一层皮 把它刮下来而已 欸 可是你刮的时候有转弯 有弧度 因为你有转弯的话 它那个弧度才会出来 好 看师傅现在在刮慢动作 刚刚录影前我看它快速咻咻咻咻咻咻 然后就一朵花 咻咻咻咻咻咻 就一朵花 我这个是慢动作 我把动作放慢 这样把它刮一层皮下来而已 对 哇 是不是就像那种高点的模型 对不对 就一个螺旋状 那如果快一点的话就这样子 对 那塞虎刚才要刮 就咻就刮好一个 就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刮下来的皮把它拿掉 皮拿掉就刮好了一颗蘑菇 皮拿掉就刮好了 我给镜头看 所以师傅刮的都沾得好一次 好厉害 以为是18折的小笼包呢 对 也有像某一些甜点的 对 我告诉你 我去年去 就是乔委会派我去那个 美国的那个 就是华府双向园 对 那在那边办一场果宴 然后他们呢 又不吃西 中式东西吃不惯 所以呢 我就用这个 你就把蘑菇这样刮 然后里面把它挖掉 放我们的小笼包的馅料 然后拿去煎一下拿去蒸 然后放在那个浓汤上面 他们疯掉了 那下次来本节目做 下次来本节目做 国宴 那个要省很多时间 他两个人组国宴 多强 真的 真的 好那下次潘师傅 这个国宴级的主厨 来本节目做 那今天分享的是 就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味噌 要炒十几 所以首先准备的是猪肉 那这道菜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味噌 当然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这些 目前现在的所有 我们先把这个放进来 好 我们今天是猪肉片 不过今天的猪肉片是有油花的 是 所以我们的这个 锅子内没有额外放油 就直接借这个肉片的油脂 是 那其实这个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你只要味噌 再加上味淋跟清酒 好 那你就可以来 对 这样就好了 日本为什么会长寿 其实味噌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影响力 对 发酵食物进入我们的糖道之后 事实上它是可以大量的 固定我们肠道的健康 肠道也是我们免疫力第一个器官 就是说肠胃道如果固得好 我比较不会便秘的话 我肠胃道的一个 就是它的蠕动的功能好的话 其实对我们免疫功效也非常的好 那但是在调 这就可以炒食井了 只是今天师傅配的菜 有猪肉 有糊 有高丽菜 那你如果猪肉要改成鸡肉也OK 也可以 那高丽菜要改成别的菜也OK 对 那这道菜最主要就是说 你可以把冰箱剩下的这一点 清冰箱 然后一点点肉 都把它收过来 然后这个把它调一调 你在调的时候 你就是先把味噌跟味噌把它调匀 因为这两个的浓度比较接近 就要容易打得散 真的耶 我给镜头拍一下特写 现在味噌已经打散了 那它是味噌打散的 对 好 那打散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清酒放进来 好一点点的清酒 那比例上是不是也是1比1 大概就差不多1比1比1这样 就是它跟味噌跟清酒的比例 大概1比1 是的 好 那我们借由我们食材的加热 有一点点出它食材本身的油花油脂了 来我们这边锅子加热以后放进这个我们的猪肉 那猪肉本身有油脂的同时 我们就利用它这个油脂来爆香大蒜就好了 所以潘师傅这个也是无油料理 就借了猪肉本身的油脂来料理 因为我们其实做菜真的习惯要改一下 对 因为我们以前的姿势都来自于父母 对 可是它那时候的那个锅具并没有那么的好 对 所以一定要热锅热油 那个东西才不会沾 对 可是问题是要热锅然后油要放进去 我们人是习惯性的动物 你一天三餐几道菜 一年365天 真的 你哪真的不改变的话 就真的会像我这样有职业伤害 好 师傅我们现在在炒的是蒜末 那借由这个猪肉粗的一点点油脂 来炒香我们的蒜末 炒熟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把这个 好 我们的这个菇就可以先放进来 因为它还蛮大的 哇 它真的好大喔 它真的看起来像小笼包 对啊 好香喔 超香的 所以现在菇也是直接跟着干烘 对 就是跟着下 因为它比较厚一点 对 再来我们洋葱也可以进来 目前都没有汤汤水水 都没有 目前都是干锅 可是那个蒜香一直炒出来 真的 然后猪肉跟我们的菇香跟洋葱 也陆续出来 是的 我们看师傅 现在把这个食材炒熟之后 这个是雕花的 你看这是不是就像秋天的树林的样子 真的超美的 好 好 来 我们把这个食材都放进来 我们现在再加的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番茄 对 番茄 刚刚加的是番茄 番茄去籽去皮 去皮 留那个肉 西餐是这样 好 那最后把大量的高丽菜也加入 对 都把它放进来 好 那我们额外还有准备一点点红椒跟菇 对 这个最后才这样 这个菇类也是可以进来 好 菇类也可以进来 整个焖 所以你 目前为止你没有加水 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刚刚的草其实有点干锅草 对 其实都是干锅草 然后现在 因为高丽菜也会出水 所以你也还没有加水 不用 因为这个 如果说高丽菜进来了以后 它本身呢 就会有一点点的水 水分 会跑出来 然后呢 就是让它的那个 我们不要盖子把它盖一下 其实它的那个 要熟就很快 真的喔 它熟就很快 那我们最后要用这个味噌炒 所以刚刚那个味噌跟味淋跟清酒 1比1比1 先挑好 先挑好 所以最后等我食材熟的时候 这个东西才倒下去入味 对啊 没错 好 哇 我们这锅子 一开锅就好香 对 好 那师傅再拌炒一下 对 把它拌炒一下 所以这个也是日本家常菜嘛 味噌炒十锦是很家常的嘛 对啊 这非常家常 所以这里如果放入 刚刚克老大讲的乌龙面 也没有违和感嘛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违和感 对 也没有违和感 有些乌龙面也这样炒 对 对 然后最后也是 调味噌的口味 一般干的话 它是不调味噌口味 湿的 湿的 湿的它会调味噌口味 反正就是里面加一点 昆布咖喉就变湿的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 很多日本的这一个风味 都是味噌啊 然后昆布的基底 对 那它可能是汤 可能是菜 也可能是炒料 对 所以其实学日本料理 如果你学那种 像我们两个做的这样 都是比较家庭式的 其实你只要懂的就是 你的味淋啊 味淋 清酒 味噌 酱油啊 味噌啊 这些东西 都是永远离不开 只是比例上的问题而已 但如果你要到日本料理 师傅那种 站在卡布里带那边 那个就很长一段时间 刀工啊什么的 时间就会很长 好 OK 好 那师傅 我们最后的这个味噌 就要淋上我们的炒料了嘛 最后呢 要起锅之前 我们再把味噌放进来 哦 然后再把它拌炒嘛 对 然后拌炒 这样就可以了 煮开就可以了 那拌炒就可以 起锅就可以来试吃了嘛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哇 你看师傅的味噌炒食品 每一种食材都好好吃哦 而且我们都发现 这个味噌厚放是 是提鲜的 不咸的 对不对 对 一点都不咸 而且这个菇一咬都会爆浆 对 对 它这个菇真的是 我觉得 不知道是因为潘师傅他会做 还是这个菇他选得很好 又大科 这个两个都是原因 因为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蘑菇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蘑菇 因为它蘑菇这个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水分是慢慢的 就好像 你知道海绵里面 慢慢把那个汤汁挤出来 可是它又不是那么软 因为它自己还爽脆 可是那个汁非常的鲜甜 那我觉得味噌除了说真味之后 它有一个香气就会从中间跑出来 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好吃 我也要强调一下 那个 其实美国的饮食文化都不一样 你会造就一个美国人的健康情形 跟他们寿命都不一样 那日本为什么会长寿 其实味噌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 一个影响力 一个比例 对 一个影响力 那我们讲说我就举一个案例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每次他三酸甘油脂都很高 我再怎么给他味觉就不行 结果他去日本 一个礼拜吃了一本 一个礼拜的日本饮食之后 血脂肪降到了200以下 我在想说 其实在台湾的饮食文化 多了一些油盐糖真的太高了 那味噌 我们讲说大家 这讲到就是什么大豆义黄酮 一些很好的一些 豆蛋白 胺基酸 然后维生素B群 事实上大家知道 味噌是一个发酵的食物 发酵食物进入我们肠道之后 事实上它是可以大量的促进 我们肠道的健康 现在的养生概念 一直在补充那些什么益生菌啊什么 事实上日本从古代以来就 深知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讲吃进去 当你的肠道健康的时候 你是吃所有的食物 它更容易吸收免疫力也会更强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可以效仿日本的那个饮食的那种精神 像我刚刚觉得潘师傅 他就是我刚吃这道料理 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日本 其实日本人做事真的是非常精细 非常讲究的 从他的那个潘师傅的刀工 还有这道料理 我就可以看清楚 这个就是日本的日式精神 就是日本的职人精神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 也有灌透这种精神 就说在吃完饭之后 还会吃到水果 这真的就是 我吃饭到水果 我刚把他吃光了 你实在是想起 可是我不行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再度回到我们一开始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像秋冬 皇帝内经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真的不能早卧早起与鸡俱进 起得像鸡一样早 这个时候你的神智不能安宁的话 你会伤费嘛 秋造伤费 怎么顾费 然后他有几招教大家 比如说第一个呢 你要摄取那个富含维他命C的蔬菜水果 那水果类像 大家想说什么是富含维他命C 比如说像包括奇异果 或者像我们很多台湾人也喜欢的 什么巴勒番茄 或者是我们 甚至我们的柑橘类 那第二大类 大家也常听到 除了维他命C之外 你想要顾肺 中国人一听就会想到说 那就离子 没有错 你离子不论你是冰糖 炖雪梨还是直接吃它都好 那第三大类 其实是苹果也可以参考 为什么呢 他们有研究发现说 如果一周吃五天苹果的人 发现他肺部 那个呼吸之间肺的效率是更好的 所以维他命C 或者是呢 你可以选一些传统的什么 离子 或者说一天一苹果的 都是你秋天呢 保养自己的肺部很好的水果选择 而且请教像应容 富含维生素 跟抗氧化能力的蔬菜水果 真的对我们的免疫力会有帮助 有有有 尤其是维生素C跟维生素E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维生素C 一个是水溶性 然后一个维生素E是油溶性 那刚好如果说 这两个可以搭配的话 这是相得益彰 因为我们任何的细胞 比如说我们它有细胞膜 那如果说是维生素E的话 其实它在细胞膜上 因为它是有溶性的 所以它在第一线 所以有一些自由 自由基在侵犯它 或者是细菌病毒 那维生素E可以保持 我们的这个细胞膜的完整 那维生素C应该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在细胞膜的里面 所以如果说是在里面 维生素需要发挥它的功能 那我最近其实还蛮喜欢吃这个黄色奇异果 因为我后来发现 这个黄色奇异果在所有水果里面 维生素C 大家都知道 它比绿色还高 可是我最近在穿 黄色的维生素C比绿色高 对对对 那我还比较喜欢黄色又比较甜 那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那个维生素E它也比绿色的高 黄色的奇异果有维生素E 可是维生素E我最近去查资料 哇才发现原来它的维生素E也很高 它甚至比一些坚果的量还高 真的喔 对所以你等于说 吃一个这个奇异果 你有维生素C跟维生素E都得到了 而且量都还是很高的 所以就变成说你这样吃这样抗氧化剂 两个都进来了 C跟E都保护到了 对啊所以还有就是说 有美国去做研究 他就发现说你当喉咙痛的时候 快感冒快感冒的时候 你去吃这个奇异果 黄色的奇异果 你会发现喉咙肿的一个现象 比较小 那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它的抗氧化的维生素C跟E 都相当的高 造成那个保护的效果 发生了一个功效这样子 就是说喉咙的肿痛 可能跟身体的发炎状况 也有关系 它搞不好维生素跟抗氧化能力 已经降低它的发炎 对因为像发炎反应 就有点像就是我们身体 有很多自由基 比如在攻击我们身体 就会有发炎反应 然后刚好我刚刚讲那个维生素C 跟E的概念叫做抗氧化剂 那抗氧化剂 有点像那种灭火器 就是把那个自由基 像自由基 有点像小火种 我就像灭火器 把那小火种把它熄灭 就有点就是灭火 我们的发炎反应就会下来 而且素晴维生素 跟这个奇异果 这个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也富含膳食纤维嘛 没错 那刚刚讲秋冬很多问题 其实跟肠胃道的健康也有关系 那奇异果的酵素 其实对肠胃道的健康功能 也会有帮助嘛 没错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包括奇异果酵素 凤梨酵素 这些都对我们就是 比如说我们的消化能力不好 这群人其实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 秋冬盛行的疾病肺相关的 除了肺自己 还有跟肺相为表里的肠胃 所以肠胃不好的人 其实也可以吃这种 富含膳食纤维的 并且富含酵素的食物 来帮助自己调理 而且说实在 我觉得维他命C的功能 比大家想很多 我们刚才不是说鸡汤很棒吗 那时候我们在讲 鸡汤里面 他们说有一些物质 可能是跟 我们白血球里有一种 叫做适中性白血球有关 它可以帮助它的活动 让你的整个免疫 获得调节 维他命C就是在这个活动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因子 所以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以前有人说 好像感冒要补充维他命C 不是感冒 是你平常就要补充 因为它就是你免疫力的一环 而且这两种颜色很有趣 刚刚我们在讲肠胃道 如果说你要补充膳食纤维的话 我会建议绿色的 绿色的膳食纤维比较多 它的膳食纤维会比较高 对 所以如果说 其实我会轮流吃 因为比如说我要顾肠胃道的时候 我会维生素 就是想要膳食纤维多一点 或者是绿色的 绿色的话 其实肠道也是我们免疫力 第一个器官 就是说肠胃道如果顾得好 我比较不会便秘的话 我肠胃道的一个 就是它的蠕动的功能好的话 其实对我们免疫功效也非常的好 所以从肠道开始 它开始保护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可以吃黄色的 有维生素C跟维生素C高 两边就是轮流吃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所以奇异果的这个酵素 也可以刺激我们肠胃道的 益生菌的生长 对 因为这两个都是 有丰富的奇异果酵素 然后而且它有膳食纤维 然后还有一些寡糖 在里面的话 都会帮助我们肠道里面 好菌的一个生长 那这样的水果酵素 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又有帮助 对 因为就是说 这个蛋 就这样的酵素的话 会让我们肠胃道比较不基实 就是说我吃下去的一个蛋白质 比较容易消化 消化完全以后就可以被吸收 就比较不会累积在肠胃道里面 对 所以苏青才会 刚刚提醒大家 最近蔬菜水果很贵 可是很多人膳食纤维补充不够 不够 那膳食纤维不够 其实会影响到人体很多功能的 对 因为我们常认为说 以前认为肠道只是消化器官 可是现在认为肠道是第一道免疫 所以除了说你用膳食纤维 当住我们这些益生菌的食物 让它成为另外一道屏障之外 你这些膳食纤维也是可以帮助你 赶快把不好的物质排出来 避免它们持续刺激你的肠味道 影响你的肠道的保护力 所以膳食纤维真的非常重要 现在国人应该一天要摄取25到30 可是普遍的人都吃不到15公克 所以真的需要补充 15公克大概以这样的奇异果来讲 一天要吃几颗 两颗够吗 两颗 连皮吃吗 奇异果不要笑 很多农夫是连皮吃的 其实奇异果可以连皮吃 对 是可以的 可是我自己比较不习惯连皮吃的感觉 我还是会把它扒掉 好 那最后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提醒观众朋友 秋冬免疫力的健康小丁玲 对 我们今天提到的是 吃了一些正确的饮食 可以提升我们的秋冬免疫力 但是有一些不对的饮食跟习惯 也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第一个就是熬夜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经过熬一个晚上 你隔天嘴巴就开始破皮了 就整个就有一些耳口疮 一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熬个夜可能一会儿就感冒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熬夜 睡眠是把我们整体的 那个整体新陈代谢 再重新归零 再弄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你千万不要 但我们熬夜的时候 所有的那个交感神经 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 对我们免疫功能是非常伤的 第二个我刚刚讲 既然讲到免疫功能 就要小心 那个叫压力 现在人压力实在太大了 有日本有一个名字 叫肾上腺过劳 当你处在一个高压状态 一直要去对抗外来的 一个压力的时候 你就会处在一个消耗掉 大量的B群维他命C 那这会造成我们的 那个抵抗力严重下降 那饮食部分 当然最怕的叫做甜食 现在人实在是压力太大了 就接着就吃甜食 甜食我们后来发现 喜欢吃甜食的人 他不仅会容易骗胖 他情绪会忽高忽低 因为很快乐 一会儿很忧伤 这个跟我们讲说 一些维生素B1的缺乏 很有关系 喜欢吃甜食的 尽量戒除掉 然后多吃一些维生素B群 那我们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油炸这些油盐糖 油跟盐 油跟盐 你吃过多之后 我刚刚有提到 它会抑制我们的一些前列腺素 跟我们的血液循环 都会电差 所以会让我们的免疫力下降 那另外一个 我最后要提到 叫抽盐 很多的那个心血管疾病 很多我们刚刚讲到PM2.5 事实上一根盐 就全部的PM2.5 几乎都有了 有人说你都多抽一根 因为你的维生素B群 就要多吃很多 才能盖掉它的那个缺乏 所以我建议大家能戒烟 尽量戒烟 好 谢谢洪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调整提升免疫力的 这个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